这张图不会是要用信号枪团灭丧尸吧 这次来玩图名字叫做丧尸围城2 前天刚上线就有3000多人玩过了 可见一般开局出生在宿舍楼楼顶 周围是一个与世隔绝岛屿 手持M4和大菠萝子弹是无限的 这一点就很爽啊 不过刚准备开打 就发现此起彼伏的信号弹声音 掏出一看 过去啊 无限信号弹 这不起飞了吗 唯一可惜的是 这信号弹没法打丧尸啊 游戏的获胜条件是 15分钟内存活下来 我们需要阻挡源源不断进攻的丧尸大军 由于无限子弹加持 外加丧尸皮薄肉更薄 他们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原本以为随时间推移会出现丧尸boss 或者丧尸新品种 比如瞬间刷出100个土壇丧尸之类的 结果啥也没有 人就是这一群普通丧尸 虽说被他们挠一下 几乎就要嘎了 但这丧尸数量还是太少了 我建议作者一次性召唤100个丧尸 那才叫丧尸围城嘛 其次就是 燃烧瓶这个道具可以移除 打丧尸没用 打队友倒是挺来劲的 最后等到游戏结束 我也没看到boss 反之丧尸数量还越刷越少了 以至于变成了 我去找丧尸 希望作者可以优化一下 不过喜欢打丧尸的 这张图就不要错了 哦 给您了解释了